经常看我视频的网友应该有留意到 我最近收到的黑胶硬盘是越来越多了 当然今天这一个也并不例外 又是一个苹果口味的黑胶盘 目前我收到的硬盘中有大约三分之一 都是主控还有颗粒灌黑胶的 据了解他们灌黑胶的目的非常简单 就是为了防震以及元件脱汗 和提高这个稳定性 我个人觉得这个提高稳定性 还是要从固件以及颗粒方面下功夫 而不是从这些用户无法感知的地方下手 万一硬盘坏了 这些黑胶只会降低维修的成功率 手机为了防震防水打黑胶我能理解 但是说硬盘防震的话 好像就说不过去了 毕竟硬盘一般都是装在电脑里面使用的吧 不去摔它一般也不会自然脱落 万一它不小心摔了 有黑胶的硬盘只会更惨 那个就是主板跟主汉层也一起连根拔起了 至于防水 我相信大部分用户不可能整天在潮湿的环境下使用电脑吧 而且目前也就除了苹果这种四周都灌满黑胶以外 其他厂商无非就是在主控的四角 以及这个颗粒的四周灌胶水 几乎是起不到防水效果的 因为它中间是中空状态 这块硬盘据说在华强北找了几家 然后又在山东找了一家 有的地方说可以处理 有的地方说不可以处理 那它到底可不可以呢 对比了一下对方最终还是选择让我来当这一个最后的接盘侠 当时他问我成功率有多少 我给他的答复是50% 具体嘛要看这些颗粒的脸色 反正这一个主控我是干过不少啊 有好有坏 确定二硬盘是吧 经常有网友在恢复的时候会问我成功率有多少 这个成功率我自己觉得爆90%或者50%是没区别的 因为每次恢复都是独立事件 该率就算别人爆了90% 如果失败的话那不好意思 你就是其中的10% 爆高一点无非就是让对方心理安慰罢了 假设这一种一眼就看上去不行的 我也不会去碰它 之前有网友看我拆黑胶拆得非常狼狈 建议我用一下除胶液 除胶液我这边是有的 而且之前我也用过效果并不理想就放一边了 既然大家想看的话那我就亲自来示范一下 这里应该还有大半瓶的 我们先找个袋子 把硬盘放进去 除胶液嘛就直接全部倒进去好了 我们给它把口封住放一段时间 我已经给它泡了一整天了 表面上看是有很多黑胶出来了 之前我也试过 只不过是单纯的表面这一层脱落下来而已 它们并不会渗透到芯片底下的 实际上这个表层去掉以后 下层还是硬邦邦的 我们先给它清理干净 刚才我还是对这个除胶液的效果过于高估了 表层的主汉层确实是被除掉了 但是芯片的黑胶 它依旧还在 刮都刮不动的 边缘这里也有啊 但是不得不说 这个电路板确实还是挺有艺术感的 有的网友可能会说了 肯定是你用的这个除胶液太垃圾了 或者买到了假货 那没关系 咱们再换一种 我们换另一瓶 这一瓶是我花了60块巨资采购的 今天我算是自己给自己试读了 同时也满足一下广大网友 长期以来一直在询问我 为什么不用除胶液的疑问 我们再把这一块硬盘给它放进去 乖乖站好 接着往里面倒入过量的除胶液 这样应该差不多了 然后我们把它封起来 再放个一天 看一下效果 又过去了一天 里面的溶液应该是挥发掉了一些 之前我是加到差不多160这一个刻度的 现在只有120了 还是拿出来看一下吧 这里面的黑胶 依旧是硬邦邦的 现在大家应该知道 我为什么不爱用这一个除胶液了吧 拍视频只是为了满足一下 之前在我评论区上留言 让我一直用除胶液拆黑胶的那部分观众 如果这个除胶液真的有那么神奇 我干嘛还要用热风枪去拆吗 当然了也许它针对的并不是固态硬盘上面的这种黑胶 咱们还是老实的用热风枪吧 这种除胶液的证券用法应该是把芯片拆下来以后 再去泡这一个除胶液的 从而使这个芯片起到一个美容的效果 因为在拆解的过程中 这些黑胶都已经受热脆化或者软化了 这时候再去泡的话 应该就能把黑胶轻松撕下来了 待会试一下 拆黑胶 最痛苦的就是要浪费我一大卷纸巾 然后一点一点的去刮 这个效率可以说是非常的低 而且也不环保 现在我已经给它清理完两片了 这两片就作为对比 现在这里还剩下六片 底下全部还带了这些硬邦邦的黑胶 咱们把这六片全部丢进这一个除胶液里面 这一个除胶液可能会有点少 因为挥发了一部分 待会再给它补充一点进来 芯片这边我又泡了两天 这一个除胶液我已经给它倒掉了 可以看到 这个黑胶表面上是没啥变化的 依旧是那么硬邦邦的一片 这个黑胶主要成分我之前查过 学名叫做还养素质 优点嘛 就是耐酸耐碱耐补食 缺点就是一旦缠上它 只能用暴力手段进行拆解了 之前也有网友建议我上CNC机床进行打磨 然后我看了一下机器的价格 还是性价比太低了 除非我能一天接到十几个黑胶盘 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 我会考虑入手来玩一下 现在还是老实的用传统手法给它手搓吧 黑胶这边我已经给它刮干净了 每次除完黑胶的场面 都是像这样一片狼藉的 刚才简单清理了一下现场 本来就是几个小时可以搞定的事情 硬是实验了大半个星期 所以现在大家应该知道 我为什么不爱用这一个除胶液了吧 当然我也不能说这是智商碎产品吧 也许它并不是用木炭硬盘上的这种黑胶 如果有哪位大哥有独门秘方 也可以介绍一下 小弟在这里感激不尽 现在我们把这些颗粒的内容 一片一片给它读出来 这也是最后一代支持拆颗粒分析的 三星硬盘了 诶 这好像是少了两个ID吧 颗粒是32G一片的 32G应该有四个ID的 这每个C对应的是8GB 这种情况也不排除是 焊盘接触不良 因为关完黑胶后我并没有直球 现在我们给它重植一下看看 颗粒是BGA88焊盘的 用这个132的钢网就行 这边的球我已经给它做好了 再看一下 还是老样子 刚才我已经把这些颗粒全部测试过了 有几个颗粒ID识别的不完整 焊盘我也检查过 并没有看到掉点的地方 颗粒外锅弯也非常的正常 另外我也用万用表测试过 有一些信号的对地组织都变成无穷大了 资料恢复的前提是这些新片的ID 必须要完整识别出来才可以 少一个都不行 这几天又是白忙活了 这也是我为什么不愿意隔着屏幕 就直接报成功率有多少的原因了 就算之前有成功的案例 只要故障盘没有到手测量之前 成功率都是为支数 指数不巧 这一块盘恰好是在那失败的50%里面